如果你是福建三名人 那你一定听过三名五五灭门案 一个在当时身家就已过百万的酒店老板 被人在家中残忍杀害 一同惨遭毒手的 还有他的妻子以及子女 要说倒霉才去他家第一天上班 也顺便被杀掉的年轻小保姆 才是真的倒霉 1999年5月6日中午12点 有群众拨打报警电话 他对警方说 他的老板国旅大酒店总经理郑红兴 突然失联了 他怀疑可能出事了 请求警方协助 接警后 梅列区干警立刻赶到了 郑红兴一家的居住地 某小区二单元403刚到门口 干警们便察觉到了不对劲 防盗门是敞开的 木门是虚掩的 踢开木门进入室内 映入干警们眼帘的 是一个极其惨不忍睹的现场 只见两名女性倒在客厅里 他们的手脚都被人反绑了 从他们体内流出的血 在地上形成了两个血泊 后经辨认 两人正是郑红兴的妻女 随即 干警封锁案发现场 技术人员开始勘察现场 一开始 通过知情群众反应 警方获悉了一条线索 那就是郑红兴家 今天才请了一个保姆 结合当下郑红兴父子 外加保姆三人的下落不明 警方怀疑 该案是不是和这个保姆有关 直到勘察人员勘察到主卧 打开了主卧的卫生间门 他们发现 主卧的浴缸里堆放了很多的衣服 以及毛毯 他们拨开衣服毛毯 出现了 郑红兴父子连同小保姆出现了 原来三人也被残忍杀害了 事情一下就大了 性质一下就恶劣了 专案组当即成立 随后 在案情定性上 警方初步判断 这应该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 且凶手少则三人 多则五人 也为郑红兴家中 有很明显的人为翻招痕迹 保险柜也是被撬开的 再就是两名女被害人 都没有被侵害过 他们是纯粹的 最后是通过解剖 法医干肯定 五人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被杀的 两三个人都很难做到 就更别提一个人了 在案发现场 除了几枚模糊的指纹 以及足迹以外 再无其他 此案的侦查难度 在当时是极高的 当天下午 在案情分析会上 三明市公安局局长王新 提出侦查方向 三明市所有民警全部出动 对外展开一场地毯式的搜查 寻找可疑线索 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张开了 当天下午 一条可疑线索被上报到指挥部 案发当天上午八点多 有一高一矮两个男子 曾拿着被害人 郑红兴的储蓄卡 到某银行取了一万块钱 他们自称是郑红兴酒店的员工 但随后 通过酒店工作人员核实 当天 他们并没有收到 郑红兴的取款指令 无疑 这两名男子有重大犯罪嫌疑 还是在当天 在银行贵员的描述下 警方汇指出了 这一高一矮两男子的相貌 几个小时后 这两张模拟画像 便被张贴到了三明市 乃至周遭县市的大街小巷 案发四天后 福建省公安厅传来消息 从现场提取到的指纹 和经常在福州一带流窜的 两牢释放人员陈明钦 高度相似 通过秘密调查陈明钦 与之案发前联系很频繁 案发后不联系的 三明级男子张胜忠 也被锁定了 当天 专案组兵分两路 一路前往福州 抓捕陈明钦 一路则在三明 找寻张胜忠的下落 好消息终于传来了 在福州 在福州警方的帮助下 陈明钦被成功勤获 审讯室内 面对警方的审讯 陈明钦是徐竖进曹营 一言不发 直到警方将其带到案发现场 这才打开了他的心理房间 没冷啊 没冷啊 站在那边 我们 私底是画在里面的 私底是画在这里面 卫生间的 是不是这样 啊 是 后 据陈明钦供述 他的同伙还有两三人 但他知道名字的 只有廖义荣和三明的张胜忠 廖义荣的住所 他也不知道 但陈明钦 他知道他住在福州的徐碧村 当夜抓捕小组 直奔徐碧村张胜忠的住所 让抓捕小组失望的是 进入室内 他们并未发现张胜忠的下落 可就在他们准备返回警局的时候 住所内 一位陈姓女子的BB机响了 代号396 在此之前 他们就已确定 张胜忠的BB机代号就是396 好 在警方的好说台说下 最终 陈小姐给396回了传呼 约定次日在某商店门口见面 5月14日上午9点半 抓捕小组 顺利的将从三明一直逃到福州 准备和陈某约会的396顺利缉拿归案 让警方欣喜的是 抓到的是另一主犯廖义荣 是他用张胜忠的BB机给陈小姐发的传呼 准备与其约会 在其身旁 还有另一主犯陈家许 后 在廖义荣的供述下 在福州某地 张胜忠也被成功抓获 这叫啥 这叫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谢谢廖义荣送来的助攻 警局内 面对警方的强烈审讯 几人如实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不仅如此 他们还供述出了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 且还就是这个人策划的本案 但他们不知这人的真实姓名 只知道他是一个厨师 三名人 外号朱尾巴 厨师 国旅大酒店 将这两者串联到一起 警方分析 这个外号叫朱尾巴的人 很有可能就在郑鸿青的国旅大酒店干过 不然他不可能这么了解 郑鸿青的家庭情况 后 警方找来了唯一认识朱尾巴的 张胜忠里友 通过其讲述 警方敢肯定 其就是三名人 后 通过谐音梗 警方调述了三名本地 符合朱尾巴年龄区间 名字中有祖尾的人 也为在当地口音中 祖尾和朱尾是接近的 通过大量摸牌 一个名叫陈祖尾 别名陈祖会的人被锁定了 通过张胜忠女友辨认 他就是朱尾巴 曙光将至了 几天后 通过地毯是搜查 在三名 朱尾巴浮出水面了 5月14日下午 朱尾巴落网 至此 所有参与五五大案的犯罪嫌疑人 均落入罚网 等待他们的将是全部死刑 为什么 等待会呢 不等待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